你打包回来了吧 我是坐28路过来的 坐30路也是可以的 然后35的话 你需要问一下这个公交司机 看到不到这个白马寺公交站 前面呢就是 白马寺山 司令公园了 走 看一下 停车场应该是在前面的 前面左管应该就是停车场 然后咱们从这边去 上这个白马寺山 司令公园 它为啥叫那个白马寺山呢 因为山顶啊 有个白马寺 本以为只有洛阳有白马寺 没想到进城啊 也有一座白马寺 感觉它两个区别呢 在于洛阳的白马寺是在平原上 然后进城的白马寺是在山顶啊 咱上去看一下啊 这边需要上一个三级台阶 继续往上上啊 现在继续往上上 还有一段台阶 马上就上去了 上来了 上面是一个大平台啊 看生火 下面呢就是进城 那条路呢叫做折州路 这边有个牌坊 咱过去看一下 哦 牌楼 准确的说是牌楼啊 前面呢 是平安牌楼 上面有锐爱真祥 是个金色大字 从牌楼下穿过去啊 前面呢 是平安门 平安门 穿过平安门 一生平平安安 看一下 刚才那个广场呢 叫做平安广场呀 全都是以平安命名啊 现在呢 顺着这种坡路啊 往山上走 个人感觉 是不是可以开车 去白马寺呢 对不对 如果开车来的朋友 可以问一下 忘了说啊 他这是免费的景点 不要钱的 不收费的 这边呢 有个观景台 过去看一下 平台上面 有一个巨石 上面有观栏台 三个大只啊 走 继续往山上走 应该是快到顶了 看见没 应该是到了 应该是到森林了 前面应该就是白马寺了 这边呢 到达了一个小广场 前面还有一个影币呢 过去看一下 看一下 这是一个九龙影币 影币上刻的有九条龙 前面呢 就是白马寺室了 咱进去看一下 这边是天王殿 上面有白马寺室 别恶 现在已经进来了 这边有个白塔 叫做五峰文树塔 这是个藏式风格 十字结构的白塔 底座雕刻有 莲花 牡丹花 牡丹花 里面还有地宫呢 正好可以转一圈 正好可以转一圈 前面就是大雄宝殿 咱继续往后面走 前面呢 是毗鲁殿 毗鲁的意思呢 是佛光普照的意思 是吧 继续往后面走 继续往后面 烧个小坡 这是大文书店 这是长津楼看一下 是吧 哇 雕刻好美啊 钻铁木雕 这就是白马城市的最后的建筑了 最后面的建筑就是长津楼 好了 现在可以往回走了 这边呢 是地藏点 走 现在呢准备出去了 前面还有一个井工塔呢 看到没 那就是井工塔 还没看呢 咱去看一下 从前面上个台阶 去看井工塔 井工塔 从那边上去 这个井工塔呢 是个青砖塔 高呢 七层 有十六米 这也是白马石山 最高的建筑了 也是白马城市 最高的建筑 正在这里 看一下白马城市 建筑塔 从这边是可以下山的 我走错路了 来的时候 走的是骑车走的路 这边呢 是步行登山路 现在准备开始下台阶了 这个台阶呢 叫做平安步道 它这里啊 都是以平安命名的 像平安广场 平安门 平安排楼 这个步道呢 全长是1140米 沟里路差呢 有176米 共有台阶 1111几 象征着一心一意 一往无前 一帆风顺 一生平安 其实来的时候 应该走这里上山的 但是我走错路了 我走的是汽车走的路 所以呢 现在下山 走这条路 怎么说呢 也算是不走回头路吧 也行啊 是吧 在这里是可以一览 进城市的 感觉有物 一层活物 明天不会起雾吧 前面呢 是个钟楼 是个访唐的一个建筑 大家知道 它叫啥钟楼吗 给大家猜一下 不知道大家猜到没啊 叫做平安钟楼 都是以平安命名的 这个钟楼呢 高市14.8米 里面有一口 通租的大钟 现在我们得知 这座钟楼呢 叫做平安钟楼 对吧 但是它那个钟叫啥钟呢 大家能猜到吗 就叫做平安钟 好理解吧 合理吧 平和安享 从这边继续下 天美 还一直游客在上山的 这边路就比较平缓了 基本上没上台阶了 就到前面 还需要下一个 升级的台阶 这里真是一个带娃的好地方 捧娃的好地方 是不是 还能爬山 还能捧娃 可以 可以 好了 下台见